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割木材 用来制作车轮 苏卡心里想着 这些没有意识的河水 竹子和木材 人都可以把它调伏 做成有用的东西 而拥有意识的我 为什么不能调伏自己的心呢 就是这个苏卡这个小佛子啊 他非常有心 他说一些就是没有灵魂的物质 他都能够转变 为什么 我们不能改变自己 所以他后来调伏了他自己的无名习性 灭除了痛苦 成为了一位圣者 所以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故事 就是要真修 要有信心的修 我们做人不能没有信心 你对自己都没信心 别人怎么对你有信心 很多人说我改不掉啊 我痛苦啊 我难过啊 不是你改不掉 是你不想改 你想改会改得掉吗 很多人傻傻的 说我不行啊 我放不下 你放放看 你真的想放你会放不下 你说你放不下 就是你不想放下 这就是成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学博